明星人气风光 但工作压力也大 加上常常拍小夜逛夜店 身体超负荷运行 因此患病的可能性也增多 不少明星怪病缠身苦不堪言 刘若英爆出曾经一度患有黄昏恐惧症 每当黄昏时刻一到 他就开始感到急躁沮丧不安 过去这种情况严重时 他还一度痛不欲生 作为韩国演员歌手模特的苏志谢 曾在一夜的TV演艺节目中 自爆看到气球就会心情不好 感觉会爆炸 有棱角的东西也不能看 拥有超多知名歌曲与作品的张志玲 不仅视野上一片光明 与恋恋姐的爱情也备受羡慕 但他透露因有幽闭恐惧症 有一次演出前 在气氛环境中彩排 失去了距离感 出现心理障碍 脑海浮现磁眼的想法 王杰是华语男歌手 演员 音乐制作人 有歌曲 一场游戏 一场梦等 广为传唱 但有爆料 他曾被人在饮料中下毒药 导致嗓子一度严重损坏 好几年时间 哑到失声 超负荷的工作压力 让王杰曾患上严重的厌食症 15岁出道的徐若萱 出演旋风小子 演唱爱笑的眼睛 可以说是全能艺人 不过如此美丽的他 曾承认脸部神经失调 对于发病原因 他解释 主要是因为去年 一连接拍两部电影 接着又推出唱片 身体过劳 颈椎第一支四节移位 连带影响了三叉神经 病情最严重的时候 我会心悸冒汗 而去年11月 突然右眼角膜疼痛 眼泪不止 也是神经受损影响